台中县大理国小有部分的导师很不满吃营养午餐要自费 结果呢找学生来出气吗 他们到处来刁难学生借机向学校表达不满 一开始是不让学生去抬餐桶延误了用餐时间 吃完过后又不准学生把餐桶给抬走 放在走廊上发出了恶臭 那么有一名家长呢就很愤怒的向媒体来投诉了 他的小孩曾经过了用餐时间将近20分钟才能够吃饭 而导师呢不让学生下楼去抬餐桶 家长表示一餐才40块一个月不到1000块 难道老师付不起吗 为什么要斤斤计较呢 用这样的手段害得学生无辜遭殃 吃不到午餐真的是不能够理解